今集我們會去到濟州島上 規模最大、最受歡迎的卡車樂園 好厲害 這裡絕對可以一次過滿足你多個願望 準備好了嗎? 繼續貼緊今集的最新行程 第一站我就帶大家 去到西龜浦士的表現面 這裡有個全新地表 一定不可以錯過 來到這裡裡面看到很粉紅色 其實這裡除了這麼少女系之外 還有很多刺激活動玩的 這裡是一站式的刺激運動樂園 Costplay駕駛卡車 難度高一點可以試越野四驅車 還有來濟州島必玩的騎馬仔 而且價錢合理開業 不久已經成為超人氣的 全新打卡熱點了 很多明星都來過 這裡很多藝人和綜藝節目 都喜歡來這裡拍攝 而且我知道這裡 什麼都可以玩之外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比較便宜 這裡有多個套票套裝可以選擇 最便宜25000元 就是大概港幣170元就有交易 我就決定玩難度高一點 試試這個越野四驅車 我現在要準備玩這個四驅車 我覺得第一次玩而已 他說有些裝備 其實這裡裝備很齊全 而且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四驅車很危險 如果真心炒車的話 真的非常傷 我知道, 因為我媽媽炒過 然後他現在給我衣服、褲子 我換的也要 我一定要脫掉這個 我在當眾換衣服 這些其實很大件的 女生也是這樣穿著這件衣服 其實你不需要脫掉自己的衣服 穿著在外面 不斷地保護一下 擋一下塵和風 就像這樣 我好醜 出發 玩任何一樣之前 都有專業的導師講解 明白完之後 還要簽新死狀 非常嚴謹和認真的 他很厲害 他很厲害 他是很厲害的 好… 好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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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死我, 很震, 震了一會兒 這條路很漂亮, 可否拍照? 先拍照 他給我們開門 去哪裡… 我們停的位置就是拍攝電影和拍戲的地方 這裡通常會停下來拍照 打卡之後, 我們就會回到剛才的路線 準備好了嗎?準備好, 走吧 我有拍攝電影… 快點 我們快完成了, 太棒了 沒問題了, 看我還覺得有節儉 拍車也可以耶 現在我應該很累 還有, 原來上岸是… 是比下車更恐怖 上級是比下級 然後下椅的椅子好像上了整個車 都反過來 一下車, 趕頭又上馬 來到濟州島 我又怎會不試騎馬這個指定動作 再見 雖然練馬師陪著我和廣教得很清楚 不過始終是第一次騎馬 還是要小心安全才行 我們現在要過去這個上馬 動作全都慢一點, 別嚇倒它 緊張 好緊張, 又說濟州馬會小一點也不是 再見, 我要出發了 完全是神種的濟州島馬 因為濟州神種馬很矮 我們現在騎著馬上山了 好像白鱔騎一樣 我沖了本地, 我有騎 剛才我騎馬上上了一座小山丘 然後一次過看完那裡的全景 真的很漂亮… 還有很好的東西是 剛才跟我一起走的那位奧巴 他還幫我拍了一張照片 他說因為難得你來到 然後又和你這麼好聊 這樣跟你拍一張照片 你看看 超成功, 超成功 去看片 來 然後我們再去位於濟州市的東門市場附近 這裡有一間外大連鎖小食店 非常有名的 我現在去一間賣飯糰的地方 這裡也是吃鮑魚的 來到濟州島, 當然所有鮑魚的料理 我都要吃一次才行 這間只能離開 中午飯後至兩點半是休息時間 兩點半後才開始賣 我現在已經排出馬路了 現在還有大概三個小時 他們就會開門 現在我前面大概有十多人在排隊 因為現在是下雨 就算下雨也有這麼多人排隊 大家也沒有帶傘, 大家和我一起假裝沒下雨 但其實是下雨 而且很多人來濟州島是自駕遊 所以到處都排了很多輛車 買一買就離開了 其實這也是濟州島的特色 因為很多小店的食物都是給你買酒 其實這裡的菜單不是很多 但全部都有鮑魚一邊 首先有鮑魚的紫菜包飯 還有我一定要買的鮑魚飯糰 它的飯糰有整隻鮑魚這麼多 狗不停舔我的腳, 你等我一會兒 你別哭我, 你別哭我 你不要哭我 你好, 你又來吃鮑魚嗎? 連狗狗都來排隊 就知道這裡有多出名 等了很久…終於到我了 全部都在吃鮑魚 全部都在吃鮑魚? 來 很美味的, 謝謝 很美味的 很美味 很香, 很香的紫菜和芝麻油味 飯真的很入味 而且甜甜的, 這是醬油的飯糰 試一試鮑魚 我先來吃鮑魚 鮑魚是有炭燒的味道 我起初以為只焯一焯, 只是笑一笑 裡面還有一件甜蛋 加上這個有醬油和紫菜的飯 整塊好吃嗎? 好, 吃完這個, 我們現在快點嘗嘗 剛才給大媽兩秒就推銷了 這盒了 大媽推薦我一定要買魷魚醃菜 所以我先嘗嘗 剛剛好用一碗 其實韓國人很喜歡吃紫菜包飯的時候 一定要配魷魚 令到吃紫菜包飯的時候 口感更豐富 現在我嘗嘗 這是魷魚的抹籤 抹籤就像我們平常說的醃菜 這也是其中泡菜的一種 嘗嘗 這個乾蘿蔔加魷魚, 出奇地很配 本身乾蘿蔔比較甜 然後可以解除魷魚的辣 所以就這樣吃也很好吃 當然一定要加起來 所以我們在這裡看 現在我會有很多多種菜 就是石頭爺爺 石頭爺爺不僅是島上 最有靈性的守護神 雙傳 它還有很多鮮為人知的故事和傳說 這次我帶大家看看 它們究竟有甚麼秘密 位於朝天一的北村里 這裡就有一個家傳護曉的 石頭爺爺公園看 看見公園的入口, 整個農莊感 就知道它跟一般的博物館很不同 整個園區的作品 都是出自一個人的考手 但是入場費都只是四十元港幣 很划算 來到這個在濟州島的石頭爺爺公園 這裡和你們平時看到的 一點也不同 因為全部都是獨一無二 是園長自己打出來的 這裡除了有不同的石頭爺爺 讓大家可以任意看外 其實它還有一點工作坊 旁邊有人在自己做不同的陶瓷 而我身上這個 這個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石頭爺爺 你別以為…這樣很大嗎? 不, 其實下面還有的 這個身高有15米 只是這個, 它的空肌位置已經有7米 如果大家在這個位置 剛才進來的時候 就會看到它這樣, 來吧 它叫你快點投入我的懷抱 你就可以過來這裡 坐下來在這裡拍照, 打卡 還有, 只跟它拍照是不夠的 一定要路閉著牠的眼睛 這樣 接著它說, 如果可以看著牠的眼睛 越來的話, 你就會有偏財運 不知道我這樣不斷看著牠 會不會明天就發達呢? 對 其實石頭爺爺在這個濟州島 除了有守護神秘功效 還有畫面的作用 也有告訴大家 不讓外人進入自己的家裡 這個作用之外 其實已經變成了濟州島的標誌 所以大家來到, 一定要探望牠們 大家是不是不知道在這裡求什麼呢? 其實這個就是用來球仔的石像 雖然它現在對我來說是沒什麼用的 但是球定應該不值得 其實這個石頭爺爺的石像 除了有我剛才說的闢邪 還有守護神之外 其實還可以這樣做 所以大家誠心祈求 很快就可以報起了 經常聽人說 神靈這家東西 信則有, 不信則無 這裡每個石頭爺爺的形狀 大小都不同, 功效這麼多 至於當是藝術館一樣看 還是當入廟拜神一樣拜 就信不信由你 大家臨走之前 記得買這裡才有的手信 因為這些石頭爺爺 真的是老闆自己親手作出來 所以大家記得買一個去留念 這個顏色比較漂亮 買這個 什麼? 其它總是藝術館 這個對付公司的藝術館 我這樣就想買 зал 那些紋士說 藝術館 又不是不是藝術館 在古代, 西州島全部人都是自己人 所以他們這裡是完全生活無憂 治安也非常非常好 所以他們的城門 就這樣用一條木柱擋住了他們的城門 西州島的馬獄在這裡非常出名 也比較名貴 只不過來到月丁里就有一間餐廳 用很平民化的價錢就能吃到 夠了一月丁里, 除了有美麗海灘 最有名就是這間家庭式餐廳 這間就是唯一一間在西州島 可以吃到馬獄蓋飯和馬獄壽司的地方 吃馬獄是西州島的一大特色 普遍都是像烤肉一樣吃 而且西州馬獄屬於上等食材 大多數餐廳收費都不便宜 謝謝 和肉質也是剛剛好 所以拌在一起吃就最美味了 馬上嘗嘗 像平時吃牛扒一樣 感覺是肉質很軟 而且咬的時候一點筋也沒有 肥肉也沒有,剛剛好,真是一口肉 這個很好吃 然後我們就要嘗嘗這個 每個人來都要點的 就是馬肉籽菜包飯 因為馬肉籽菜包飯是可以拿走的 而且價錢也不貴 這麼大盒也只有6500元 現在先嘗嘗,非常大 馬肉是像吉列豬扒那種做法 再加上最基本的紅蘿蔔絲和醃的蘿蔔絲 加上一起吃酸酸 我現在來到這製多島裡最長的熔岩洞窟 這裡是小鮮肉的蘿蔔絲和醃的蘿蔔絲 就是萬丈窟,全場有七點位置 外形還像濟透到整個版圖 所以這是最特別的熔岩 看到一些硬幣,我旁邊這位 依依又要發揮人玩我又玩的精神 瘋狂地圓仔 對,雖然大叔已經出盡力打氣 不過他似乎今天守風不多信 中了又運行,不中也不用頭顎顎顎 下次再來丟過 我覺得很特別,是透明的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早操運動 我覺得很棒 加油,胃圖 還要帶大家吃超生慢的濟州鮑魚燕 根本這個是新鮮度 其實就算不煮熟它 好不好? 我們去彌線 請留言 訂閱 按下還是按鈴鈕 請留言 按下 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